Hello,我来了,我来打卡了 打的那个中午餐前的一条 夏天的衣服还没拿出来 刚搞完,这回才准备吃饭 我给你们再讲一下果冻啊 收到货不要着急 前四天是睡觉前 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喝就行啊 提前个十来分钟,半小时就可以啊 然后到第五天开始 中午喝一条,然后睡觉前喝一条 喝完以后记得喝水 还有有些人问我 生病了,感冒了,吃药能不能喝啊 都可以,只要你错开就行 隔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啊,不影响的 但是你们想要下的话 饮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吃的时候 记得细嚼慢咽啊,一定要细嚼慢咽 还有一个就是生理器啊 生理器痛筋不喝,不痛筋的话正常喝啊 比如你们有些人 就是有那个喝茶的习惯啊 你们要喝茶的话 也是隔开就行 但是想要下的话,尽量严格要求自己啊 下午尽量吃清淡一些 白天的话,尽量喝那个温热水啊 不要喝茶 你们如果只是想调理一下便秘的话 就喝茶也可以 只要隔开就可以啊 再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果冻啊 它是多种水果蔬菜发酵而成的酵素啊 没有任何影响了对身体啊 没有任何副作用 你们放心喝就行啊 喝完记得喝水啊 果冻还是79块9发酒喝啊 你们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吧 今天不直播了中午啊 晚上咱们